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 107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软式网球锦标赛7日起在台南登场 共有16线市议会近500名选手参赛 台南市议会议长赖美会6日下午为代表队授旗 并预祝代表队起开得胜 同时也欢迎全国地方议会网球好手来台南做客以求会友 今天议长赖美会在记者会上位代表队授旗 由队员李文正议员代表阶下 并与议员洪玉凤蔡玉芝等拳手及教练 其身高喊加油 南市议会网球代表队历年来在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软式网球锦标赛中 共拿下14次总冠军 实力不容小觑 赖美会李文正致辞时 预祝代表队今年在下一城 同时也勉励大家透过参赛培养运动习惯强健体魄 107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软式网球锦标赛报名永悦 共有来自北市、新北、台中、台南、高雄、竹县、竹市、苗栗、张化、南投、云林、家市、屏东、花莲、台东及澎湖等16个议会参赛 近500名选手及工作人员参与 南市议会代表队 今年由议长赖美会副议长郭信良分别担任总领队 林秉丽议员议员任队长洪玉凤、蔡淑惠、李文正、陈宜珍、蔡旺权、李中层、林美燕和蔡玉芝等议员及同仁报名参赛 市议会表示107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被软式网球锦标赛7日 晚间进行开幕及选手之夜8日于市立网球场及中列子网球场正式开打 预计9日下午闭幕 南市议会欢迎市民相亲于比赛期间踊跃到活动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